中产韭菜们的寒冬托衣物 过去十年是疯狂的十年 人们可以一夜暴富 也可以瞬间湮灭 在这个时代 你甚至可以感受到人的每一个毛孔 散发出对金钱的渴求气息 城市里人来人往 脚步急促 电话里都是聊的都是聊的 都是善意的项目 谈什么恋爱啊 伤感情 还是谈钱吧 我们都奔跑在追逐财富和安全感的路上 但却命运迥异 有人拿着一份PPT 就能让人窒息 双手奉上数万亿 有人拿着一份计划书 在微信群ICO就能圈几个亿 有的人开了家PPP 瞬间就可以富甲一方 但阳光的另一面 是一群十几年数十年的积蓄请客烟灭的可怜人 其实 财富的幻灭一直在上演 比如荷兰绿金香热 英国南海公司股票狂欢 日本九十年代楼市盛演 而我们最熟悉的是A股的波浪市投机热潮 A股速来有财富绞肉机称号 韭菜割一茬 过几年再割一茬 2018年8月6日 上正东只收盘2705.16点 10年前 上正东只收盘2719.37点 在中石油 中国旅业等股票站岗的人们财富呼叫转移 而过去10年 M2增长的三倍多 有些城市的房价也涨了数倍 两相对比 炒股的人失去了整整十年 让人叹息A股不值得 但是现在想来 生活虽然有些残酷 而A股已经算是善待投资者了 你亏了钱毕竟还是上市公司股东 手里拿着的股票代表着公司净资产份额 只要不是买了中石油这种股票 下一波牛市还是有翻身做主人的机会 而对那些投了屁兔批爆雷的人来说 命运远不是割韭菜这么温柔 那里的惨烈是直接将整颗韭菜连根拔起 这两个月 P2P爆雷愈演愈烈 根据网贷之家数据 截至2018年7月底 P2P网贷行业正常运营平台数量下降 这1645家相比6月底减少了218家 其中问题平台165家提现困难143家 跑落19家 经侦介入3家 停业转型平台53家 问题平台数量大增导致投资 借款人数大幅度下降 7月P2P网贷行业的活跃投资人数 活跃借款人数分别为334.34万人 375.17万人 其中活跃投资人数环比下降18.13% 活跃借款人数环比下降13.79% 截至2018年7月底 问题平台历史累计涉及的投资人数 约为111.9万人 不考虑之重情况 占总投资人数的比例运为6.2% 涉及贷款余额约为777.6亿元 占2018年6月底 行业贷款余额的比例 约为7.7% 就像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二战 它是一场战争 而换一个角度 则是一个人因战争而死亡这件事 发生了数千万次 165家问题平台 累计涉及人数112万 涉及贷款余额777.6亿 这些冰冷的数字 背后也是一个各鲜活的个体 家庭 以及他们奋斗十数年的财富积累 甚至是结婚前 养老前 是不可承受之重 投资P2P的人中 有一部分是明知山有火 偏向虎山行的人 他们是看准有人接盘而博取高息 但更多的是那些普通人 一开始清仓尝试 慢慢信任平台 怀着自欺与侥幸 最后一步步沦险 对于这些普通投资者而言 股票波动性太大 放在银行就跑不过通胀 因为不想眼睁睁看着辛苦打拼积累的财富缩水 P2P成了他们为数不多的理财选择 相信这些普通人在得知自己采雷后 在夜深人静时都会捞毁自己何必当出 马克吐文说 让你陷入困境的不是未知的世界 而是你坚信的事并非如你所想 P2P本义是纯贷款平台中介服务 但是在国内 当都披上了互联网的外衣 又缺乏监管 注定会被玩坏 成为财富收割机 一般金融中介的作用除了解决信息不对称 提高效率 还具有风险定价作用 而P2P平台并不具备这个功能 即使P2P行业起初有脚踏实地 做中介平台的良币公司 但是劣币P2P公司 只要以高息加铺天盖地营销广告 就可以获取流量 筹集到资金 而吸引不到资金的良币公司 要么转型为劣币公司 要么就是被淘汰 相对应的 能与劣币平台合作承担高息成本的 只是那些被银行抛弃的劣质客户和项目 最后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产生逆向道德风险 更甚者 所谓P2P平台 满起自容 期限错配以及资金时 有些干脆撕开折修补 成为了敛财手段 沦为传销式的骗局 银保监会主席国主席说 一台产品收益率超过6%就要打问号 超过8%很危险 超过10%就要做好损失全部本金的准备 而P2P收益率曾经高达20% 即使在稳步下降后 也普遍在10%左右 试想下 如果投资者收益率 再加上通道成本 营销成本等 项目融资成本要超过13% 当下社会有那么多行业 能承受得了这样高的利率 改革开放40年 经济飞速发展 先负了一批人 这批中产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是现代社会的中间力量 也是经济发展 消费提升的有声力量 一个中间大 两头肩的阶层结构 才是健康的社会形态 因为这意味着社会贫富差巨小 平均教育程度高 消费能力强 是国家强盛的真正体系 关于中产阶层的标准和数据 没有统一的口径 但是可以从以下两份报告数据略回一二 瑞信曾发表报告指出 中国家庭财富总值达22.8万亿美元 超过日本月居世界第二富裕国家 仅次于美国 同时 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中产阶层人口 达1.09亿名 中产阶层财富约7万亿美元 而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调查数据显示 当前中国中产阶层成年人口占成年人口比例为20.1% 远高于瑞信所估计的10.7% 中产阶层成年人平均财富约为13.9万美元 也远高于瑞信所估计的6.8万美元 中国中产阶层成年人口数量应该是2.04亿人 同时中产阶层所掌握的总财富也因为28.3万亿美元 而现在中产阶层的财富正被空气BICO P2P等消灭 有实体资产对标的股票 估值过高会产生泡沫 而劣币P2P公司只是一个庞氏化的骗局 它并不创造新财富 只是实现了对存量财富的劣夺与转移 而现在P2P的爆雷 使得这些有产阶层的财富一夜归零 进了少数人的腰包 剔除农民起义这种暴力捉躲财富的非正常时段 人类史尚从没在为增进整体劳动生产率 为创造新增财富的和平时期 仅仅通过存量财富的转移 而实现整个社会阶层在如此短时间内 如此大规模的转换 无的 人发家的过程和认知 决定了他的思维定势 并影响之后的决策和行动 在快速飞搬的时代中发假 甚至一不小心就会被抛弃 只能不断赶路 竭力保住财富 甚至不惜分力以搏 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上财富创造 分配与继承机制 堪称有趋的大环境里 所有国人都习惯了走简单粗暴的捷径 获取短期财富 对于投资P2P的人是如此 对于用P2P诈骗的人更是如此 但是更重要的问题在于 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和应对这种 暴风骤雨式的财富转移 P2P爆雷这种连根拔式的收割 最后只会让社会土壤更加贫瘠 沙漠化 而经济在这样的土壤中 绝无可能开出万子千红的花朵 当披着互联网外衣的P2P崩盘时计 个体的未来贪了之日 就是经济失去坦性之时 对于金融活动的侵蚀和错误处置 放大的不仅是人性贪婪 也会加速社会的不稳定性 整个社会的基层将毫无生命力 而且P2P对财富的湮灭 形成的资本吞噬黑洞 将悄无生息 大规模 高速度 不可逆地持续抽走社会的总需求 这对转型举步维艰 脚步踉跄的中国经济 是不可承受之重 如果置之不理 完全可能让中产阶级 在这场资本寒冬中拖一八皮 统计局公布5月的数据 社会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下降至10.2% 创下28年新低 受外部因素影响 出口面临压力 而今年投资持续下滑 现在 消费也在放缓 P2P暴雷雪上加霜 如果放任其发展 信心崩塌或使恐慌情绪蔓延 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 而此次暴雷潮过后 或会更大规模扩张 届时暴雷规模将会更大 如果不加以监管 这无疑是悬在国家经济上的达摩克里斯之间 上帝遇使其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好在监管层已经有所动作 随着行业乱想不断显现 互联网金融平台管理新规 正在加快酝酿推出 之前传闻的187条网贷 被案验收细则或将落地 细则或涉及对所有平台分级管理 P2P平台或将被分为合规 整改 兼并 清退四大类 借用雷布斯的话 少一些胡来的人 大家都可以专心做事 每个时代都有悲观的人 也有乐观的人 但是 时代终究是属于乐观者的 生活必然要经历苦难 绝不歌颂苦难 却也不逃避苦难 今天早上 一个好友在微信 ad我 只得点开许久没刷的朋友圈 他转了一首北京欢迎你 并留言2008年过去了 我很怀念他 关于2008年 人们的记忆是混杂的 许多人都知道那一年举办了北京绕阅会 但那一年也发生了南方雪灾 汶川地震 金融风暴 只是 很多人现在一点也回忆 不起当时绝望的心境 在新旧时代之交的1918年 年已六旬 对时是相当绝望的梁挤留下万年数 在北京鸡水潭投水自尽 投胡前 梁挤突然向自己25岁的儿子梁复明 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树明乐观地答道 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1974年3月至9月 梁树明的大小批判会开了一百多次 他每会必到 认真倾听 会议的间隙还不忘打套太极拳 活血话语 请不吝点赞 订成的 对象 8月筹 25分钟 是 5分钟 6分钟 4分钟 9分钟 一番好 是